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7月18日 今天是星期一 我們繼續跟大家分析香港政治 上一節跟大家詳細研究 林鄭月娥被困香港 也跟大家分析了 網上 對於林鄭月娥有沒有可能 前往英國 又或者 愛爾蘭 即是刀柏林 做了詳細分析 有興趣的朋友記得就聽到了 我們這一節 上一節講起 官員受制裁 你到處都不要打算去 這一節又要講另一個了 這個就是我們 本台跟這個 反對派最大姐妹東方日報 相同立場 我覺得你一定要夾緊律政司 但是 我們針對他的地方 沒有那麼快就會實現 因為 新官上任 罪行 的check record 就不夠 也可能他收到來自 藍絲世界的壓力了 所以 林定國 新任律政司 立即 就是要嘴巴強硬 我們相信他嘴巴強硬 將會 很快就換來美國的制裁 我們是樂於看到 這個 前大律師公會的主席 林定國 做新任律政司打手 到最終 這一群人 不能夠前往美國 又或者 所有其他西方世界 謝謝 我們這一節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我們的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這裡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我們同一時間邀請所有的聽眾 無論是新聽眾還是舊聽眾 尤其是如果你最近這幾天 很有興趣聽本台走進來 我們希望大家一起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本台 記得打開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無限大法 好 那麼我們剛才上一節也有說 我們對於最近這個事件 願意 在評論上 講公道說話的人 我們全部 都是跟他講多謝 應該剛剛也漏了 應該 據說 因為我真的沒有聽 我們也是聽 其他人告訴我 這個高清本土台的 神區也是幫本台 亦都在這個事情上面 講公道說話 我們對於所有願意講公道說話的人 我們全部 都是跟他們講多謝 我們再說一次 我們不需要偏幫 我們 但是我們覺得 在這些大是大非的時候 全香港人面對著港共政府 中共 還有著死黑警 應該 是要講公道說話 我們並不要求任何人要無條件支持我們 所以我們真的分得很清楚 尤其是本人 當然Tony也會接受我現在的做法 他也把那些 是是非非分得很清楚 他跟很多人 有很多 嘴巴上面的恩恩怨怨 但是實際上 每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 都會非常小心 主張每一個道理講清楚 我們 不介意 就著一項時事 觀點和立場進行徹底辯論 又或者甚至乎政治問題 再說一次 例如香港的未來 關於 香港的民主步伐 民主運動 抗爭的策略 政制 香港的未來最簡單 港獨議題 我們全部都不介意做討論 也不介意辯論 最重要的是 討論真的要圍繞相關的話題 不是人身攻擊 不是潑污水 不是萬麻 所以我們也趁機會再一次 向全香港 所有的 網台 所有的 時事KOL 所有 香港的Stakeholder 我們再一次 邀請他們 就著香港議會的問題 作出討論 我們再重申一次 香港議會並不屬於 任何人 並不屬於 發起人 袁公義 更加不屬於 我們支持這個 提議的人 例如本台兩位主持 這個議會 這個議會的原則很簡單 就是透過 徹底的民主機制 徹底的普選 產生出 香港人的代表 我們希望 真是 所有的 時事評論員 所有的KOL 所有的人真是就著這個事項 本身的道理 例如你贊成 還是反對 就著這件事 來一個討論 又或者是辯論 我們籌委會的成員 亦都 打算邀請 其他 有興趣監察這個會議的人 例如有些人要搞檔事出來 籌旗 我們 是有一個很成熟的Committee 有一個委員會 去管這件事 我們誠意邀請 不加入的人 你可以 做旁聽 換句話說 你可以作為一個 觀眾 去參加 以及參觀 就是籌委會開會的情況 我們現在籌委會也很簡單 籌委會成員 橫跨全世界 所以籌委會 的開會方式 都是視像會議來的 所以我們這裡就誠意邀請 如果你對於 籌委會 如果 籌款 那些款項會怎樣用 我們誠意邀請你 就是進來監察 我相信這個是最公平 最公開 最公穩的做法 如果這樣的做法 都說沒有任何監察 那就真是樹小弟就不能同意 所以我們再說一次 其實我們不搞 是無所謂的 任何人搞 如果 搞得那麼透明的話 其實我們也無所謂 換句話說 如果有其他香港人搞 如我們這個 目前的做法 願意透明公開的話 基本上 我們也絕對是願意會支持 同樣地 我們也會 在往後的階段 就是公開向全世界 向全世界的香港人 任何人 就是有興趣 加入這個 香港議會的選舉籌委會 又或者 有興趣旁聽 我們 全部都邀請的 當然除了technical issue 所謂技術性問題 最主要就是投票的保安問題 除了那部分之外 基本上我們整個會議裏面說 怎樣做法 怎樣選舉 怎樣去定立規則 怎樣去 使用錢 基本上全部 是徹底公開都可以的 目前籌委會的運作 基本上就是由 最主要 目前 電資的就是 袁弓儀先生 差開了很遠 不緊要 一樣跟 林定國有關 其實 到最後 我們想怎樣對付這一班港共的人渣呢 到最後 如果香港真的有 就是民選出來的代表 你的身份 就不再是 純粹的香港領袖了 你的身份 其實 等於 民選意願 那麼你在國際上 就是有 跟他們 很多 在國際上 做政治工作的人 有同等的地位 我們當然就會直接 去遊說 以及主張 西方世界 例如歐洲 美國 等等的地方 對這班人進行 更加嚴厲的制裁 所以我們真的看不到 有甚麼理由 不去 支持這件事 當然啦 我也不會說 在節目講完就當 籌委會做了事 只不過是把我們 開會講好的話 在這裏講一次 所以 我們作為一個正式的團體 正式的機構 也會 寫信 給大家正式邀請 所以 也千萬不要把 這個本台節目講這件事的時候 當成是 議會的 籌委會的官方公佈 所有東西 就是根據我們 將會 發佈的網站裏面的內容作準 這件事我們裏面的所有成員 concept 所有的 規矩大家是非常之清晰 原則問題最重要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 無選 香港 的代表 由民主選舉產生 這個 重要的原則 林定閣出來說甚麼呢 林定閣 剛剛才是上任做律政司 實際上 嚴格來說 他的惡行還未開始 但是 可能 建制的同事 不相信他 今屆的港共政府 可以用稀奇古怪來形容 現在 下一節我會繼續研究 原本打算搞這個香港版健康馬 現在 好像有一種感覺 叫做胎死腹中 我也剛剛 聽了 BBC的節目 BBC的節目 專訪了時事評論員 就叫做袁利昌 袁利昌 評論 香港現在的情況 他 就是形容 香港的那些官員 擔當不夠 所以 習近平 國家領導人 一再強調 做得官員要有擔當 其實他這個評論 也挺正確 香港這班官 全部 就是做一點不做一點 然後 被人罵多兩句 什麼都不敢做 所以 有來自建制和藍絲的力量 覺得這個 林定國信不過 其實實屬正常現象 本來 就是應該 找這個小黃昏 或者是 何君堯之類 做律政司的嘛 為什麼會找一個 從來都沒有做過建制的人 又不知道他愛不愛國 林定國為了要證明自己 就是對共產黨很忠心 他只能夠出來大大聲露斥美國 於是 林定國就衝出來 就說美國 提倡制裁 律政署的人員 就說美國 行為 卑鄙無恥 更加形容美國 就像這個叮噹裏面的 極安一樣 林定國 用了字眼就說 一早猜到他會搞我 引述前線的同事 真是好笑 不搞你搞誰 什麼叫一早猜到 會搞你 搞定的啦 你做完惡行 想著可以這麼好事 然後繼續 躲在港共的翼下 你們也挺天真的 天真得來也挺可愛的 你不用擔心的 林定國其實很快就輪到你了 你一上任律政司 再搞多幾宗 政治檢控 這樣 當然我也相信他 找得他做 一定有dirty job 交給他做 所以你不用擔心 不只是你的同事 一定會搞你的 你放心 我們就是要提倡這件事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講到這裡